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爆炸聲響 斷裂的螺旋槳也噴飛到飯店泳池和下方道路 把飯店房客和附近居民都嚇壞了 約有四百人緊急疏散 住在飯店對接十公尺的民眾 談起差點遭到波及仍心有餘悸 也有其他目擊者指出 當時這架直升機在雨中飛得非常低 在飯店上空迴轉後撞上頂樓墜毀 警方則表示 機上只有機師一人 已當場喪命 飯店內則有兩名長者受到驚嚇 送醫後情況穩定 包足直升機的公司透露 這次飛行並未經過授權 目前警方與航空監管單位正在深入調查事故原因 鏡頭轉到烏干達 位於首都康培拉這處大型垃圾掩埋場 10號因為連日好雨發生坍塌 兩天來 竟屠受於大型機具挖掘 已經找到二十多具遺體 這處垃圾掩埋場位於康培拉平民區 鑑於一九九六年 佔地十四公頃 平時常有民眾來檢食塑膠瓶罐從事回收 也有人就近住在垃圾山旁 由於這座垃圾場 每天要接受兩千噸的垃圾 已經達到負荷極限 當局早在二零一六年 就計劃將垃圾山遷移到他處 但至今沒有實施 發生這起重大災難後 烏干達總統除了下令軍方協助救災 隨即要求臨近民眾撤離 當局同時下令徹查 為何垃圾山旁會出現違章建築 讓民眾暴露在高風險的環境中 目前已知死者中包括五名兒童 救援挖掘工作還在進行中 死亡人數恐怕還會攀升 大火吞噬大片樹林 在強風的柱長下 火勢快速延燒 機車房屋都被燒毀 希臘首都雅典近郊十一號爆發野火 在乾燥高溫與強風的柱長下 火勢迅速延燒到雅典北方距離只有三十五公里的村落 當局出動超過七百名消防員和一百多輛汽車 更動員三十多架飛機與直升機前來救火 當地軍民表示 火勢蔓延實在太快 當局下令 雅典以東四十公里的馬拉松鎮 超過三萬居民緊急撤離 目前有十多人因為燒傷和嗆傷送醫治療 自從今年五月以來 希臘已爆發數百起野火 在經歷暖冬和少雨後 希臘六七月創下時尚最高溫記錄 當局警告 極端天氣還會持續下去 希臘總理彌佐塔斯基提早結束假期 反國因應危機 並向歐盟尋求援助 歐盟十二號宣布 包括法國 義大利 捷克 西班牙和托爾奇等國以提供援助 向希臘派遣消防人員救火 公司新聞這位仲編編譯 烏干達首都坎帕拉近郊了一座垃圾山 因為連日大雨造成了崩塌意外 至今還有許多居民生死未捕 空氣中瀰漫著腐臭味 路上混雜的積水 爛泥與垃圾 婦女疲倦地蹲坐路邊 幾天前的夜裡災難降臨 我們看到這頂旁邊 在那邊 沐盖那邊 沐盖見瞬時 會看到撲路邊 在熱上越回落 老伯人們也會回落 甚至 還是居家裡面 我嚇唬我嚇唬我嚇唬 因為有些人都死了 我感覺到牡명他們的夜裡 死過了 我感覺到那裡 隔壁 直到群面的地方 野埋场是乌干达首都坎帕拉 最大的垃圾山 成千上万的贫困民众 居住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中 靠着轻运垃圾 或是食荒为生 这座野埋场早在2015年 就已经满载 但政府却迟迟未能提出解决方案 每天从市区运来的垃圾 只能越堆越高 与垃圾为伍的居民 多半都没有户口登记 实际遭到垃圾掩埋的死伤人数 恐怕难以估计 乌干达总统下令调查这起事故 反对党也呼吁政府 尽快拟定废弃物管理计划 并且迁移垃圾场 避免灾难再次重演 底层人物的命运 何时才能翻转 这是乌干达政府 必须严肃面对的议题 公事国际记者陈无证 陈希伦 乌干达采访报道 由于M痘疫情 在非洲多国蔓延 甚至出现新变种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由刚果爆发的疫情 已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这是WHO发出的最高级别警示 M痘以前称作猴痘 是由感染病毒的动物 传播给人类而造成的传染性疾病 会藉由身体亲密接触 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WHO表示 自2022年1月以来 截至8月4号 非洲共有三万八千多例 造成一千四百五十六人死亡 疫情在许多国家蔓延 特别是钢果 邻国普隆利 肯亚 卢安达 和乌干达 疫情最严重的钢果 今年以来已通报超过一万四千起M痘病例 和五百二十四例死亡 WHO指出 I型病毒的分支正式造成 此次钢果疫情爆发的原因 根据目前观察 儿童似乎特别容易受到感染 目前库存有五十万剂疫苗 到年底可另外生产两百四十万剂 将优先提供钢果和耐吉利亚使用 台湾上周新增五例 M痘本土病例 皆为本国籍青壮年男性 居住北部及南部的县市 发病日 介于七月二十九到八月四号 因疲疹水泡 农泡等症状 经医师评估后 采检通报 其中四例未接种M痘疫苗 国际关署表示 持续密切监测发展趋势 不排除拉高旅游疫情警戒 预计十五号会进一步对外 说明台湾因应防疫作为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预计在九月下旬 举行三年一度的总裁选举 不过现任总裁首相岸田文雄 十四号抛出震撼弹 表示不会竞选连任 代表他也将卸下首相一职 日媒分析因为岸田内阁支持率 持续低迷 导致党内逼宫声浪不断 让岸田不得不放弃寻求连任 而被视为可能继任热门人选之一的 前防卫大臣时破冒 十二至十四号刚好率领 跨党派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 议员之会访团来台 也在台湾表达有议院参选 如果六十七岁的石破冒参选 将是他第五度问鼎大位 这次访台除了拜会总统赖清德 副总统萧美琴 也见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民众党主席柯问哲 还有前总统蔡英文 针对确保地区和平稳定 提升贺阻力等议题交流意见 被问到台海若发生战争 日本首相是否该表态 石破冒指出当前重点 英方在如何避免开战 石破冒也强调日本朝野一致立场 都希望强化台日关系 这次也和我方达成共识 未来将提升彼此会面的频率 这边是请问台报道 泰国宪法法庭十四号做出裁决解除总理赛塔的职务 理由是赛塔今年四月进行内阁改组 任命过去效力于前总理戴克星的律师皮奇出任总理办公室部长 皮奇两千零八年在一起土地收购案中 以律师身份试图用两百万泰铢贿赂 处法官 招判藐视法庭入狱六个月 有四十位前参议员向宪法法庭请愿 要求裁定赛塔案皮奇是否逝任 皮奇已请辞下台 宪法法庭则裁定赛塔违宪并解职 接下来将由副总理兼商务部长普潭成为代理总理 并在十六号选出新总理 不过泰国民众普遍对赛塔被解职不意外 因为他上任后并未兑现证件 却也认为这只是泰国的肮脏政治游戏 根据规定 泰国新总理必须从去年国会选举中 被列为总理候选人的人选中选出 目前约有六人当中包括前总理帕拉宇 泰国国会众议院目前有四百九十三位议员 新总理必须获得过半 也就是两百四十七票支持 这是宪法法庭在七号以冒犯君主罪 为由解散前进党后 一周内所做出的第二次重大裁决 引发泰国政局动荡 美国国务院则表示 期待泰国政府全力和平转移 并强调美太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承诺 没有改变 高市新闻这位人编译 痛失亲人的库马桑来到医院认识时 在亲友怀抱中激动的哭喊 因为他在四天前才起货龙凤胎 近期而刚去为孩子报户口 结果进街道邻居来电告知 他家遭到以色列空袭 当他手上拿着出生证明赶到医院时 面对的已是孩子冰冷的遗体 包括他的妻子和岳母 也同时丧命 被迫从加萨市撤离到迪尔巴拉的库马桑 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满脸伤痕 躺在祖母怀里喝奶 才三个月大的尼姆 也在以色列对加萨南部 甘有尼斯的一次空袭中 失去父母和兄弟姐妹 全家只剩他一人幸存 就在以哈将在15号再度进行停火谈判前夕 以色列持续对加萨多地进行攻击 并公布画面 宣称过去几天在拉法产出了上百名哈马斯武装分子 但在战果背后 有更多平民无辜牺牲 而哈马斯也对以色列大臣特拉维夫 发射两枚火箭炮 凸显仍有还击能力 这也为双方停火谈判增停变数 外界更担心的是 这场停火谈判 也有关中东战火 是否进一步扩大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三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 只有达成这次的停火谈判 才能避免或延后伊朗直接报复以色列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上个月底在德黑兰遇刺身亡 伊朗指控是以色列所为 扬言怀疑颜色 中东紧张情势一触即发 一名高阶伊朗安全官员表示 如果加萨谈判失败 或者以色列拖延谈判 伊朗将联合盟友 譬如真主党发动直接攻击 目前美国和盟友正在积极斡旋 希望作证以哈停火 并说服伊朗改变新意 避免中东全面开战 乌克兰发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对俄罗斯最大规模跨境反攻 已经进入第二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十五号表示 已完全掌控库斯克州西南部 城镇苏甲 乌军总司令瑟斯基更报告 已在当地建立军事司令部 资尔斯基还指出乌军已进入库斯克地区三十五公里 控制一千一百五十平方公里领土占领八十二个聚落 俄罗斯方面则声称已制定额外措施 以保护边境地区的人口和基础设施 并宣布比尔哥罗德地区进入联邦 紧急状态 有一万一千人被疏散 不过随着乌军深入敌进 也开始面临弹药补给难题 有部队表示领到的弹药比以前少 由于此次行动保密性高 美国 英国和德国事前难以得知意图 但英国率先证实 援助的战车被用在这波攻势 并坚称政策没有改变 美国 德国提供的装备 也有派上战场 不过远程飞弹仍不被允许 用来攻击俄国境内目标 公司新闻这位的吳枪编译 外形象展翅老鹰的印尼新总统府大楼 看起来壮观雄伟 为了赶上十七号的独立纪念日 国庆大会 位于婆罗州新首都 努山塔拉的工程正如火如荼的赶工 总统左科威两周前 已经开始在新总统府大楼执行公务 当天的记者会还亲力亲为 亲手调整座椅 十二号左科威首都在新都 主持第一次的内阁会议 他重申迁都的未来目标 内阁会议前 各部会首长也巡视基础建设的 施工进度 确保在国庆纪念大会登场前 一切顺利 印尼表示 迁都带来五十五项的投资计划 范围涵盖了零售 物流 金融 观光 教育 医疗和能源等产业 规模将高达三十亿美元 约合新台币九百七十亿 政府强调新首都将成为绿色智慧城市 多达七成用地将留作森林绿地 只是施工期间尘土飞扬 当地的居民苦不堪言 未来恐怕也将持续面临交通拥塞 工程延宕的问题 加上目前海外投资和招商不足 以及后期工程土地征收等难题 让新首都的发展充满变数 公司新闻张署芳编译 发生这起性侵杀害案件的加尔哥达医院外 大批群众和医护人员走上街头示威 同样的抗议口号也在新德里 北方帮首府勒克脑等城市响起 加尔哥达一所医学院的附设医院 九号清晨发生震惊社会的性侵杀人案 一名实习女医生被发现 残死在医院会议室里 身上有多处伤势 眼睛嘴巴和丝处流血 验尸报告指出 他的甲状软骨断裂 疑似遭到勒毙后再性侵 警方透过监视器发现 一名警察局志工嫌疑重大 并在他的鞋子上发现血迹 目前已将他逮捕 这起事件随即引爆 印度医护人员的怒火 他们发起罢工行动 要求严惩歹徒并保障工作安全 所以这些毫无规律 要求研究 如果能够研究 研究 我们会为此 我们会为此 目前受壞者所救度的医学院院长已经引咎辞职 西蒙加拉邦首席部长也郑重要求警方 在本周日前宣告破案 否则案件将移交给印度中央调查局来侦办 在此同时 印度东部比哈尔邦举办印度教庆典集会时 发生踩踏事件 造成至少七人死亡 还有多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急救 幸存者指出 混乱加上管理不当 是引发踩踏的主因 这类事件在印度屡见不鲜 上个月北方邦也有一百多人在宗教集会中 因踩踏而丧命 公司新闻的贵民别译 一只只红鹤的尸体散布在湖泊干涸军裂的湖底 这位专门捕捉打自然之美的摄影师 看了好心痛 阿尔及利亚连续几年闹干旱 东北部城市埃姆利拉的湖泊地区 原本是红鹤停留繁殖的好地方 但近来受到气候异常 湖泊干涸的影响 不止红鹤纷纷纷死亡 他们的潮血与钢铲下的卵也不薄 为了抢救刚出生 还不会飞的红鹤宝宝 摄影师号召志工一起行动 将雨衣卫风呈现灰色的幼鸟 送到其他有水的地方暗聚 也有机程车司机协助将被车撞伤的红鹤送衣 摄影师表示 目前获救的红鹤状况良好 他也希望这些幼鸟完全复原后 能在成鸟的带领下学会飞翔 然后顺利飞到南非 继续他们的迁徙之旅 公事新闻的会名别一 2018年5月升空 并于半年后登陆火星的洞察号探测器 在2022年12月最后一次与地球通讯后 由美国太空总署NASA宣告任务结束 他当时的任务内容之一 是透过地震测量装置了解火星内部的结构 四年任务期间 洞察号侦测的火星地震超过1300次 并传回大量资料供科学家分析 日前发表的最新结果显示 火星除了地表曾经有海洋 湖泊与河川 地壳下方现在还有大量的液态水存在 同样也被科学家认为可能有大量水存在的 还包括木星的几个卫星 特别是通称为木卫三的卫星 它的直径超过5268公里 是太阳系所有卫星中最大的一个 欧洲太空总署ESA在2023年4月 把木星冰卫星探测器发射升空 目的是研究木卫三以及木卫二与木卫四 这几颗冰冻的卫星表面下 是否有像海洋一样大量的液态水存在 不过因为距离遥远 探测器的燃料不够直接飞往木星 只能借着太阳系其他行星地星引力 把探测器甩向木星的方向 这个英文搜写为Juice果汁的探测器 将要以雷达坡对木卫三等卫星 进行断层扫描 当然除了探测有无大量液态水 科学家也想了解这些冰冻卫星 是如何变成现在的模样 公事新闻 徐佳人编译